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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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而言,攝影是一種享受 我喜歡去戶外 去接觸大自然 或是人群 然後把我自己的感想 我的想法 把它融入在我的對象之中 這樣的時候去截起自己想要的影像 我在師大美術系的時候 學生時代是受到很完整的教育 包括油畫、樹苗、書法、國畫都有 還有設計 我個人的 非常喜歡的 就是希望把這個藝術能夠 都整合在一起 其實那個媒材的問題 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因為我是專門是從事於攝影 但是我覺得攝影有一個 讓我沒有辦法去發揮的地方 就是說攝影常常會受到這個 體材的限制 但是如果說把攝影再加上 其他的媒材的話 它可能會產生一種 非常有趣 而且呢 非常超現實的表現 因為超現實一直是我自己 想要追求的一個方式 這是我花琴系列 那是一個比較早期的作品 那花琴系列跟一些早期的作品 可以發現有一個共通性 他們都在攝影棚拍的 然後想要跟各位說一個 他的背景的故事 因為我在第一次 升等的展覽的時候 我拍的就是一個 歐洲或是我們台灣的 那個博物館的系列 那在升等裡面 有一些教授 有某一個教授 他事後告訴人家 他說攝影沒有什麼 只是按一下快門而已 那對我的刺激是很大的 所以我花了一兩年的時間 全部都是在攝影棚裡面 用打光的方式 然後去做一些 故事性的一些敘述 然後把它拍一大堆的作品出來 結果在隔兩年的時候 我再提出升等 結果那個老師就沒有話講 他就讓我過關 所以我覺得這個 花情系列對我來講 有一個特殊的感情 那對我這次的展覽主題來講 也有一個特殊的意義 因為我覺得你受到創作裡面 受到人家的這個 跟你的批評 那你接受的時候 你就要去磨練自己 稅立自己 所以這個也是激發創作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我覺得人生有虛有實 那很多在光影的映照之下 或是你在對主題去做一些特殊的時候 或擷起它某一個部分的時候 配合那種光影的效果 其實就會產生一些非常虛實對照的一種感覺 那這個部分也是我喜歡去拍照的一個方式 而且有時候像一些複合媒材 其實也是符合這種虛實的觀念 把繪畫融入在一個照片裡面 那照片它其實是一個實的 但是廢話它是一個人造的一個虛的 或是你做一個影像的對照 那我覺得這種虛跟實的表現 對一個創作來講 我覺得它很有 對我來講它很有魅力 去年疫情最嚴重的時候 那時候大家都非常害怕 然後媒體也軒然的 致死力很高 所以我們這是一個禮拜六的早上 我在那邊看到一對男女 他們坐在這邊吃早餐 但是他們都戴了口罩也保持距離 那我覺得在疫情之下 大家連親情或是最親密的人都不敢 不敢在這個大自然這麼空曠的地方 還是要戴著口罩 以我的觀點來講 城市就像一個舞台 我們不需要去做一些佈置 然後我們就讓這個鮮活的舞台裡面 我們攝影者呢 在不同的時間 不同的氣候 不同的光景 我們去捕捉我們想要的一個東西 場景 那這個呢 對我來講 這是我一個創作的想法 也是我創作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因素之一 師大可以說跟我關係非常密切 而且情感連結非常深厚的一個地方 那因為從學生時代呢 就是練師大美術系 後來呢 讀了美術研究所第一屆 然後呢 畢業以後呢 在學校裡面教學 當了教授 而且呢 後來又當了世界研究所的所長 藝術學院長 那師大呢 一支講起來呢 一支在這個地方呢 都是我學習 然後呢 成長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地方 所以我對他的感情感呢 非常深厚 所以今天呢 能夠來這邊的展覽 而且是一個手展 美術館的手展 我覺得非常的榮幸 這一張作品拍攝地點 是在上海四伯 因為剛好 我走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有一個劇場 那有一些劇團 那他們準備要上台 那這裡呢 有拍的時候呢 剛好 時間很短 所以並沒有考慮到 很多因素 就拍了以後 才發現說 這裡有一個人 是不是在這個劇場裡 這個劇團裡面的人 但是我覺得它有一種超現實的表現 所以這張作品就 在我的作品裡面 就覺得很有意義 所以這張作品就是 那張作品 那張作品 也就是說 教學會帶給我一個壓力 也就是說 學生會 你常常叫學生要創作 要發表 那老師就要帶一個帶頭作用 而且 為了教學 我必須收集很多很多的資料 讀很多的書 這些呢 對我創作來講 都是一個有一個加成的效果 那行政工作呢 其實行政工作也是一個 服務社會的一個工作 那我自己很喜歡 投入兒童的教育的工作 還有包括做一些策展 舉辦一些這個展覽 分享給大眾 我覺得這個後面的動力 都來自於我的行政的一個經驗 因為所有的這些工作的背後 不只是只有活動的本身而已 還包括你要去策劃 你要去協調 你要去募款 所以呢 我的行政的經歷 對我來講 它都有一個非常好的一種幫助 我有時候喜歡去逛一些 藝品店 然後看到有一些喜歡的東西 把它買下來 然後這個買下來以後呢 也放著 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用它 那有時候我也很喜歡做一些 DIY的東西 然後就希望把這些東西呢 融入在這個生活的用具裡面 然後自己的感覺在這裡生活 我們就覺得很舒服 我覺得很舒服 因為在這裡生活 可以比它們要開心 所以我對你看看 然後我這個快樂 我就覺得很舒服 我就覺得很舒服 感谢观看